接下來要把那個上個星期的重點再回顧一下 那今天的話也許我們再加上那個 怎麼去針對一個資料 把它設計出一個查詢的功能吧 比如說你將來要查找資料的話 當然不要傻傻的用人工的方式 一個一個慢慢看 比如說成語我們有100多 1000多個 1000多個如果假設你用以前人工的方式 來處理資料的話 哇那不得了了 你怎麼算 用人工算嗎 用眼睛看嗎 看完之後你當然就很浪費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也有可能會發生錯誤 所以盡可能當然你利用那個電腦的優勢 電腦優勢在哪裡 第一個速度快 第二個的話 當然正確性應該無庸置疑 不會出現錯誤 除非說你的公司是有錯誤的 那上個星期的重點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 所以上個禮拜的作業 你要確定幾件事情 就是我們是希望做某個關鍵字的統計 也就是說如果假設你有一個資料 那我是取成語啦 因為這個部分是跟那個可能文學 或者是跟一些人文相關資料 其實都可以用利用同樣的方式做查詢 然後如果你假設要做一個統計 然後如果你假設要做一個統計 這個部分的話當然我要怎麼去找出那些關鍵字 然後呢並且怎麼樣 並且可以把這個資料給存起來 所以假設我今天希望有個需求 就是我想知道說到底成語裡面是有1的有幾個 有2的有3的有幾個 有3的有幾個 那最後的話當然要做出一個統計的圖表 那統計圖表的話呢 最後做出來就類似像這樣 有沒有一個數量 所以這個是成語嘛 總共有Ctrl向下 它總共有1185個 OK 然後呢 它的藍數的話 就是A藍 B藍 C藍 總共有這三個藍位 那我要在1000多筆的這個成語裡面 找出關鍵字裡面有E的話 那當然這個E不是說只有在開頭 像這個前面好像都在開頭 我要的不是說不一定開頭 可能是在中間的 或者尾巴的位置都算 只要它的成語裡面 有出現什麼 出現E的數量是多少 那我要怎麼算 那你不是說用眼睛看嘛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 我看你如果這樣算 可能要算非常久 而且很容易出錯 有時候你這樣捲動捲一捲過去了 你沒看到 那當然就會容易算錯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算正確的話 那我上一次上課的話 是有講到說 我們可以用幾個方法 當然如果你將來要查詢數量 或者是搜尋它的關鍵字的話 其實最重要的方法 其實上禮拜最重要的其實就是兩個 我記得是 第一個是玩資料裡面的篩選 OK 篩選 那這個篩選功能 在Excel裡面 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說以後的話 只要你要找資料的話 我是建議 你就一定要對於篩選很熟悉 其實篩選呢 主要就是幫你 顧名時期買一個漏斗 就是說幫你找出你想要找出來的資料 那這個其實對於一般人工來說 用人工來找的話 其實是非常麻煩的 但是如果利用Excel裡面的篩選 就簡單很多了 OK 那這個篩選的話呢 它會 第一個有什麼樣的變化 第一個的話 它會在你的這個欄 所以記得 你要篩選的話 請你先把游標先放在第一列的任何一個儲存 你放A1 B1 C1都可以 你把它放上去之後的話呢 當然 因為我要針對的是A欄去做查詢 所以 我就先在 游標第一步 先放在A1 然後再選擇篩選 那這個篩選的動作 你會發現它最大的變化 第一個就是會在 每一個欄位名稱的右邊 會出現一個小小的箭頭 那這個箭頭的話呢 主要的目的 就是說可以讓你點選之後呢 讓你去輸入你想找的一個關鍵字名稱 OK 那當然呢 如果你假設要把這個 這個叫下拉清單 把它取消的話 其實很簡單 就是直接再點一下篩選 所以這個篩選有點像是點一下 它是 點一下是有 如果你再點一下 它就消失了 所以它其實有點像是一個按鈕 按一下是有 再按一下就是沒有 有點像是同一個按鈕 但是它具備有開跟關的一個作用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讓它有查詢篩選功能的話 那你就把優標放A1 按篩選 那再來如果你要找出A1的話 有沒有 你把它點擊啊 底下其實關鍵字 你就可以看到這邊有篩選 不過因為這個欄位名稱裡面放的都是文字 所以呢 這邊會出現叫文字篩選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將來 假設我放的是日期的話會怎麼樣 它會出現日期篩選 如果你放的是數字的話呢 它會出現什麼 數字篩選 所以它會先去偵測說 你到底你這個欄位裡面放的是什麼形態的資料 它會給你適當的篩選方式 那文字的話 跟數字可以比大小 但是文字裡面沒有大小 所以你會發現 假設你今天的點選篩選的話 這邊會出現什麼 等於 不等於 開始 結束跟包含 不包含 OK 那其實啦 所謂的等於就是 你要找的關鍵字 它跟裡面的 這個整個儲存格是一模一樣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找一 你不能用等於 因為等於的話 一定要四個字 OK 一定要四個字才能等於 那開始於的話 當然找出就是 只有開頭是一的 OK 那我們要的不是啦 我希望說 不是只有開頭 可能是 中間 可能是結尾 所以呢 我就用包含 所以上個禮拜是用包含 那包含裡面的話 你就輸入一嘛 它就會幫你把那個一的 這個關鍵字給找出來了 OK 那它是透過什麼方式呢 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 它最大的變化 在列的名稱上面 它會變成藍色的 你說老師好像沒什麼變 其實最大的變化 你把它捲動下去 就可以看得出來 底下的話呢 有沒有發現 在53有沒有 53的下方 直接就跳87了 為什麼 因為它就把 如果 關鍵字沒有1的 它就把它隱藏起來 OK 所以 如果假設我要把這個 1有的 成語 把它複製起來的話 那其實就怎麼樣 游標放A1 Ctrl-Shift向下 就把它選到底 Ctrl-Z有沒有 那我們上禮拜好像就建一個 1的工作表 把它貼過來 這樣的話 我就知道說 哦 具備有1的 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73個 因為它減1啦 減藍會名稱 當然 以前的第一種做法 好像篩選 變成你要自己填73 有沒有 你就再新增一個工作表 裡面的話就統計 1到10的關鍵字 你把這個數字填上去 但是這個有個缺點 就是很慢 有沒有 每個每個都要 等於說如果你要查的話 那變成你查完1之後 你又要再查2 那如果要查2 變成你再點一下 再去包含 有沒有 然後再去把它改成2 然後一樣複製貼 就要做10次 所以顯然 用這個方法是可以做到 但是效率好像不太好 OK 所以呢 我後來好像 我們又用了第二種方式 就是說 直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用一個函數的方式去查詢 像我們用了什麼 我這邊後來又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VPA 所以統計一下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 我們就是用什麼 用那個 conif這個函數 去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找一下前面這個範圍 那裡面的關鍵字的話呢 特別注意哦 不是只是找 A 這個地方最難的應該是這個 A2 當然以前我們直接給A2 可是A2裡面 當然得到一定是0 為什麼 因為 它這個conif 它會比對是整個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把它改成包含的話 特別注意哦 這個A的話應該是放中間 也就是不管前面是什麼 前面是什麼的話 你可以什麼 雙引號2個 加一個M的符號 然後呢 在這個雙引號裡面的話 記得要是等於信號就可以了 等於信號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它的前面 不管是 任何字都可以 一個字 兩個字 三個字 也都可以 這個信號指的是萬用資源 反正不管是什麼 那你就 如果 如果它的 前面有這個 只要 後面有這個1的話 那你就幫我找出來 目前還是0 這個 所以這樣的敘述方法其實就 結束哦 等於是它尾巴是1的話 那如果是中間或前面的話 你就是 再加一個AND AND 一樣一個雙引號 裡面放個信號 那如果你再加一個這個信號的話 那指的就是什麼 不管尾巴有一個字 兩個 三個都沒關係 反正只要有1這個字出現的話 那請你幫我計算一下 裡面有幾個 所以它算完之後變73個 那你就直接把它按確定 答案就出來了 OK 那把它向下填滿 其他的就一次就全部算完了 那最後我是有把它排序的 本來排序是關鍵字排序 資料裡面本來是這樣 不過它好像關鍵字排序 它不會按照1到10 那我後來是按照數量排序 把它Z到A 所以優標放B1 Z到A之後 那這樣的話 一個表格馬上就可以出現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算出 那個它的一個關鍵字的數 當然呢 這個地方conve range的部分 其實你除了說可以選舉前面的 工作表的那個範圍之外 我們在黑名單篩選那個範圍裡面有講到 其實如果是跨工作表的某個範圍的話 那我是建議 你乾脆把這個範圍 把它定義成名稱 可能會更好 因為跨工作表的範圍 先定義名稱之後再來改革 那定義名稱好像我前面有講過 如果你要定義名稱的話 你可以把哪個範圍 定義名稱的話 假設我希望 告訴他說呢 這個範圍 A1 到 C的最下面 所以優位要放A1 Ctrl-Shift向右向下 先把它選起來 跟他講說 我這個範圍 它的名稱就叫做成語 也就是以後 我們就不用在跨工作表去選取 容易出錯 而且要加上前的符號 那如果假設我 把這個範圍先定義名稱 再Enter 記得先優位要放A1 Ctrl-Shift向右 向右選到 向右三個欄位 向下的話選到最下面 然後給他一個名稱 所以記得選完之後呢 請你在這個 左上角這邊有一個名稱方塊 定義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叫成語 你就把名稱打上去 按Enter就可以了 成語Enter 那確定有成功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呢 在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 這邊就有了 他把名稱定義好了 OK 那最後如果要 把公式修改的話 我們剛剛Countif這個函數 這邊的話其實就可以不用選範圍 你可以按F3 把剛剛的範圍 改成成語 用名稱來代替那個範圍 這樣的話更簡單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完成 上個禮拜的部分 再來就繪圖啦 最後我們畫個那個統計圖 最後一個清除 有沒有 清除的話是 除了統計結果 有沒有 然後繪圖之外 還有一個清除的話是兩個都清掉 OK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最後統計 後來我又統計了一個什麼 統計了一個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 到底 哪一個生肖 數量是最多的 看起來好像虎跟馬是最多 還有龍 龍好像還沒有虎跟馬多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只是我們用數量 但是有的時候你說 為什麼 為什麼可能你們自己再去 找相關的資料 去研究看看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有些東西 如果你不去統計數量的話 你可能就會因循以前的人說法 但是以前的說法是否正確 有時候我覺得有的蠻多還是蠻質疑的 因為畢竟以前的人他閱讀的那個 沒有電腦 沒有電腦你就只能怎麼樣 土法煉鋼慢慢慢慢去統計 有沒有 你光算好了 我常舉那個例子 紅蘿夢 紅蘿夢一百萬字耶 一百萬字你說真的 你要從頭 你光翻就要翻多久了 更不要說你要去統計 紅蘿夢人民的 有沒有 數量的統計分析好了 你光要做這件事情 要做多久 如果你假設沒電腦 你不用用人工的方法來做 我看我應該 而且做完你還不見得很能夠相信 因為裡面可能還會算錯 我覺得機率還蠻大的 OK 那所以請各位把那個 上個星期的這個部分 稍微複習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再做一個查詢系統 因為可能同時比如說 老師我可能我的需求 沒那麼複雜啦 我只是想要做一個很簡單的查詢功能 這個查詢功能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呢 在這邊呢 我把它輸入一個關鍵字 它能夠讓我填關鍵字 並且把結果讓我顯示出來就好 有沒有 讓我看到 我知道那個結果 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做一個查詢系統 那應該怎麼做 其實關鍵的部分 還是在這個所謂的篩選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熟悉 怎麼查資料的話 我是真的覺得說 你們一定要對這個 資料的篩選這個功能 要相當熟悉 那其他當然還有啦 其他我好像蠻常用的就是像排序 排序這個也非常重要 甚至是資料剖析啦 這些我想都還蠻重要 如果你可以把這些功能 用了純熟的話 我覺得做事情當然會動作快 但如果你假設希望 能夠一勞永逸的話 恐怕還是要把它寫成VBA的程式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寫一個查詢系統 類似像這樣 比如說增加兩個SAB 一個SAB就篩選成語 一個就篩選復原 讓它恢復 那這個地方我們應該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試一下